上回咱们看了手拿圣剑的OBOR AUTOMAN 下面还有一个咱们这回继续拆 这个呢它是光之国的太子爷 太家AUTOMAN 据说它也有一把武器 而且现在它在网上的价格已经卖到了1000多了 也是属于AUTOMAN当中的偏文版的级别了 这是一个说明书 来咱们直接开拆 打开之后呢发现 这里边一共有10对10个手型 来咱们选择来看一下 感觉这个做工还不错 你们知道这是太家AUTOMAN的什么形态吗 好 它这个胸灯是不可以替换的 也没有那个TOPO零部件 TOPO的话可以正式按弯曲90度 这点比较不错 来咱们看一下它的圣剑 有一个轮盘是可以转动的 这点比较不错 上面的话还有一个五角形 来给它装上 看看效果 好可以了 还别说 学生们挺帅的 这是太家AUTOMAN的什么形态你们知道吗 AUTOMAN扭蛋都看腻了吧 今天咱们来拆一个不一样的 这一盒也是花了我将近1000多块 也是最新出的 这里面一共有两个AUTOMAN 来咱们打开看一下 保护的非常好啊 上面都是保鲜膜 这个红的如果说没太多的话 应该是初代AUTOMAN 对不对 咱们先来看一下 左边这一个 他的师傅呢 是赛罗 他的偶像是艾斯AUTOMAN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胸口是一个 Z字的一个发光灯组啊 中间部分呢 是放那个发光灯源的 来咱们给他拼装一下 里面有两个胳膊 好 可以了 你们知道这AUTOMAN 他是谁吗 感觉好像少了一些什么 第一个发光灯组 好像是坏了 没电了 不亮 来给他装上 好 兄弟们 感觉少了一些什么呀 你们知道少了哪里吗 下期让我们看一下 这个AUTOMAN 吧 我们下期再见 你们下期再见